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学期是在大连西港 有一名裁判的经常活跃 叫周小普 他是周小普老师的学生 是吗 周小普的弟子 这个是大连人 去年也就是才刚在南开大学毕业 对 然后得了一级骑士 对 在这个威凯威这个一级骑士赛当中 这个赵金城表现的并不是特别抢眼 对 但是到了个人赛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这个上来啊 这个前几盘棋就下得非常出色 对啊 是啊 三上一合 对啊 然后对上寻传 对 而且他对这个本籍冠军呢 这个先进的这盘棋呢 也一度占优 对 也是有机会啊 对 所以说呢 赵金城可谓 2013个人赛当中的最大这个黑马 对 他也是去年的那个个人赛第50名 江江擦边上来的 嗯 许云川呢 还是采用了这个青马的这个阵型 这是许云川比较喜欢赛的一个开局啊 许云川在前四轮的比赛当中呢 四连胜啊 跑去四连胜 应该说这个前几轮 特别是四轮棋结束以后呢 这个大多数的棋手呢 觉得许云川还是撞得非常好 对 都是看好许云川 他的德国的轰声呢 还有这种感觉呢 也非常大 都比较高 可能许云川自己呢 可能也没想到 好 吓得这么出色 吓得还这么好 可能在第五盘棋上呢 对待着一个这个年轻的小将 有点放松了 是不是 又是非常响应 也是非常响应 对 因为这个毕竟呢 这个许云川呢 这个也是接近四十岁了 对对对 许云川的这个出道呢 从九三年呢 就获得了全国个人赛的这个冠军 也在棋台上这么多年了 对 许云川呢 保持着非常稳定 这么多年呢 应该一直是数一数二的 对 高手 无论是蒋川啊 王天一啊 还有这些老将 吕勋赵乌荣 是啊 这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 前后几代人在一起 他总之呢 这个 成绩一直比较稳定 飞过的几下 很多比赛呢 对 打得都非常好 没错 团体赛 个人赛都不错 他非常稳定 所以他这一日第五盘 秦川在这么多年的比赛当中呢 这个 在全国向甲联赛当中呢 应该是得分 是最高的一个 许云川也是往前 对 他采用的是青马 赵金城呢 就是向他竞舞 向他竞舞 赵金城呢 一看呢 这个步阵呢 他这个三步虎呢 就是 他不走常规的平马 现在呢 他又采取这种补像呢 他就是想有意避开呢 这个最常见的这种熟套 熟套 是吧 因为他觉得这个 自己的布局方面 肯定比不过许多 对 而且这种 走到人家熟套里面去了 他就是想尽量呢 能有点变化 升一点的起 然后在终局呢 再来寻找这个战绩 对 赵金城后来 我也跟他聊天 他说开始啊 也没想到自己下这么好 是吧 后来吓 气势下出来了 对 出乎这个 很多人的这个预料 他说他呢 就是想来 吃一把 是吧 玩玩 然后呢 回去就找工作 抱着一些轻松的心态 然后就说的 也没有说的 打算完全走进直线道路 但是在个人赛当中呢 真是挺响眼的 最终他获得了第五名的 第五名 这个好成绩 他可能呢 一下杀了第五名 对他这个向其生涯呢 又有了一个新的这个 对啊 启示吧 他可能觉得自己 在这方面 也许还有这个机会 对 洪荒的这个寻传呢 按名不动 他就狙击了 这也是比较正常的下法 对 黑方马尔金斯 马尔金斯 对 张老师 这个棋是不是有经常下 十四进五 然后马尔金一 臀边的下法 那个棋不一样 不一样 那棋是直接直视的 是吧 那个棋但是炮八戒二 哦 是这样 是吧 对 炮八戒二以后呢 你在马尔金斯 他将来炮我平庸的 他这个核头码比较硬 嗯 他掉住 对 那是原来走 炮八戒二的棋 然后再 先走循环炮的下法 是吧 然后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走十四进五 嗯 十四进五 然后他拓我棋六 然后马尔金一 对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下法 嗯 他拘一进一呢 这个循环川呢 就是在这里做一些文章 哎 他想换换次序啊 正常来看呢 黑方大多数选手 还是马尔金三的队 马尔金三是吧 马尔金三 他跑八平七 那跑八平七 就是说他将来 这就有反击了 或者打 就是 就是 但是马尔金四也可以 嗯 他看着有点别扭 嗯 但是也对洪方这个马呢 有些 对 但是你想说他可能 一直霸华也 飞机 循环川呢 采用的是刨八件 刨八件 可能循环川对这个拐条马呢 呃 他也不会研究很深 因为这种骑 他本身就走得少 对 吓的人就少 他肯定就是 见招拆招 他觉得我先把自己的阵型啊 走稳固了再说 对 然后黑方走 居一平三 我估计这赵金成也是临场 啊 然后想到我就 走出来算了 啊 看看你怎么有什么好办法对付我 对 因为这种骑呢 就是 七路马的骑啊 合同马啊 它战线比较长 对 它又不容易呢 马上呢 这个斗命先机 又战术纠纷 对 双方呢 这个摆上这个架子以后啊 这个动内力 啊 暗于先机 控制的问题 嗯 那这种骑呢 就是要双方的 这个功力了 对 其实 它要慢慢走 循环川是比较适合这种风格的 是的 嗯 它比较喜欢下这种骑 这种骑本来黑方的骑也可以阻三级一 阻三级一 冲出来 那它可能就吊住了 是吧 或者呢 吊住不行 吊上泡尔平三 泡尔平三 是吧 它就只能滚掉 又吃它再来对局 哦 这也是它八王军的一个想法 那么黑方军的平四 就是也可以 嗯 那赵金城呢 感觉它这个八王军啊 连起来了 它总有这个对局的便利 对 所以它不想让它去 就去对上 它又走泡尔平四 泡尔平四 对 这招棋呢 事后来看呢 也是一步呢 正照 它想把马丢出来 是吧 一个是上马 另外呢 就是不给红和泡尔平六 这个机会 勾打的机会 尽管把自己的这个马奖呢 暂时也压住了 但是呢 也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反应 对 它先让自己委屈一点 一会儿反弹 它是想着这么叫出来 赵金城呢 应该说呢 它这种上席的职业生涯呢 也就最多算刚刚开始 是吧 原来是一个纯粹的这个业余高手 我估计它可能跟这些特大们 还没怎么交过手 对 今年呢 才刚刚碰上 它已经是加盟了 对 这个一个一个神分队 反正要参加这个 向甲联赛的这个 激烈的这个学主 是啊 不久的将来呢 或者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 我们就能再次看到 赵金城呢 征战这个向甲 还有向其这些专业比赛的 这种沙场的场景 对 就能更了解这个骑手的风格 他是大连人 大连人 这个辽宁 大家也知道 这个辽宁气氛比较盛 出了很多这个好手 在历史上呢 普通多 胡老师 对 你说的这个是 现在这个岁数 对 比较大的 大大级的了 而且还在争产 实际上 刚才刘军敲车跟我说 这补风格 因为他比较了解 因为补风格 也经常来我们队 对 你像这个 最老的老家骑手 有孟立国 对孟立国 孟昌顺 孟昌顺 孟昌顺不太熟 但是知道 对 孟昌顺 还有这个梁文斌 也是辽宁的 梁文斌也是 然后从舍大的 上威 携手 还有这个唐宏明也是辽宁的 唐宏明是海城人 苗老师 苗老师 苗老鹏 苗老鹏 是九年代初的 就是进入这个全国大赛 对 也是争战这么多年的 还有这个崔岩 崔岩 就上威大师以上的 宋摩强 然后就给金波了吧 陈启明 金波 对 也出了不少好手 这么说 对 真是 除了这个上威大师呢 也是在全国来看的 在省里边 也是前几位的 对 应该是前三位 前五位的 而且你看这些棋手风格 好像都是北方棋手的风格 东北棋手呢 这个熊号砂 棋风比较 泼辣 粗管 比较凶悍 对 比较大 孟立国呢 这个辽宁队的 这个开山鼻祖 相当于这个鼻祖的 这个底位 还有这个 原来这个 赵兴格 赵老师 赵老师 这个本身是 出了好多书籍啊 他擅长骑马 对 擅长骑马 他一直在 沈阳这个体系 他没有进省 他擅长写一些 那个排局什么的 比较高端的棋谱 所以说这个 辽宁的棋手呢 这个都很有力量 对 这个赵兴成呢 也继承了他们这个优点 就说这个中局很泼辣 嗯 这个环境我们能看到这个 后边的棋啊 对 呃 他抱着棋色 他具有发 但是前面呢 确实不是这个 赵兴成所擅长的 那没办法啊 许行川 摆着这么稳 他又不能 一下子铺出了 他不是 十字进国 所以他有点忍着呀 然后许行川呢 一看暂时也没什么棋 他就把这个阵型呢 重新再规划 调整 泡瓶酒 对 泡瓶酒 这个棋呢 实际上 红方也并没有走出什么便宜 走到这儿 赵兴成应该走 马斯江二 我觉得这棋双方 反正顶在这儿了 僵持在这儿了 黑方应该走马斯江二 这样跳上来是吧 然后下部棋呢 有足三级 这个冲 哦 但它平呢 平呢 我的足迹琴拱你 换了这个 换交换是吧 因为黑方啊 这个马的位置呢 在全局来看呢 是比较薄弱的 对 他弱马 接受这个马 对子呢 也是可以接受的 一会儿郑局把这能冲出来 对 他没有在马斯江 他走了一招七八十三 这招棋呢 就是走的有问题 就是走的呀 是想防守 是吧 但这个走的这个点不对 我当然是想 他想过局的 然后他有足五级 足五级 对 他这个棋啊 四路区 他这个是有类似 这么一个构思 对 鞠生足林呢 能够恶手 但是这个棋呢 此时呢 就是反而是坏棋 被这个盯住了 是吧 对啊 这是一个先手 当然红方不会现在打 就是恶制 你中间的子不能动了 就是说黑方 想建立这种防守的方案呢 与当前的局面呢 不太相符 等于是给了红方一些机会 对 这防守的方法可能有问题 有在研究啊 那么许晋川呢 棋局呢非常敏感 他直接一个回马进相 他在这么复杂的局面里 找出这么好的手 他准备登米 嗯 你要是搁在中间的宝呢 他这双炮齐发了 炮有机子一打 足三级再炮八进相 炮八进相 当然黑方也有这个办法 我们看一下 对我打了 然后一拱就打 他黑方也能丢不了子 但是红方就接受了 把这个子化掉以后呢 他可以吃到这个中足 多两个足了 哦 所以这个棋呢 黑方这个方法 红方又不行了 是吧 对 他保不住这个中足了 那赵金城一看 暂时也没什么好办法 他又不能打 打他红八瓶六 他又不能炮兵 打 他呢就选了马进一六 那么红方 许晋川挺高兴 把这个中足先吃掉 达成目的了 对 许晋川这个 看来这马尼金斯运的真挺好 是啊 你举八瓶五呢 他就并武级一了 他还有双打 那赵金城呢 走得也是比较 所以这个 北方话来讲的 就是比较愣 他要是不能举八瓶五 这就成雷坠了 对 这个棋肯定是出乎很多 这个棋手的意料的 这种走法 那么红方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棋黑方太危险 对 红方就马尼金六 把这个炮灯掉了 你现在不能打 打他马三尽就得死了 那黑方只能走 马尼金六 马尼金七 登这个 这儿呢 很明显的 就是给了红方 这下底炮的一个机会 这是个好棋 在这么忙的 这么复杂的局面里 偷出这么一招起来 菊也不管 麻也不管 对 炮八尽一僵 就是 那个菊也不能吃 麻也不能吃 它只能计算一下涨 只能计算一下涨 对 这个棋呢 就等于布局呢 应该说 早就下完了 进入了非常复杂的 终局的 就是子弟都纠缠住了 决斗 那作为红方来讲 这个棋到底是何去何从 徐云川呢 他这个赛后呢 他也就是 当然说最后结果 大家知道 就是徐云川呢 对这个局面呢 他觉得很可惜 他好来呢 就是跟这个周边的这个棋友啊 在复盘的时候他就聊 他说这个棋 其实我觉得几下就要赢了 对啊 可能开始啊 赵英诚啊 走的这个步调啊 开始给徐云川给骗了 这个消息的防御啊 对 当然徐云川 有一点轻视他了 打了一个马虎眼啊 对 徐云川呢 可能觉得 这个棋怎么一伙就占优了 对啊 没受到什么抵抗 对 所以说徐云川呢 就觉得这个胜利 在向他这个招手 这心理的感觉特别好 特别当时的情况呢 这是第五番棋 他前面四番棋呢 对 有四连胜 而且战胜了这个蒋川啊 这个党这些 挺厉害的 非常强劲的对手 对 那这个棋呢 到底何去何从呢 就是洪方去怎么去动手呢 对 从哪进攻 也是呢 要颇令人呢 这个费心思 对 不是那么简单一眼就能看出来 那这个棋到底怎么能够控制好 好 我们稍后呢 再给大家呢 讲一下 对 好 稍后回来 这个棋呢 作为巡船来讲 他肯定第一感觉 炮酒精四要算算打兵 对 要算这个 实际打兵呢 也是呢 可以取得一些 实际的这个先手和优势 那个真打了 他比较实惠 对 打兵呢 就是黑方只能聚三平一了 只能聚三平一 这是个杀 对 因为你要知识的话 我们也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知识的话 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呢 就是后边就没法应了 他现在再躲局 现在是打局和下去 对 就说你这个局呢 只能跑或者读三进一 对 那你将 你上将 这个棋他在 点局啊 不 他在提一将 提一将 提一将就很厉害 哦 他不能踩 不 他一个跑把腿 提一将 你要是马斯金二的话 他可以杀底势 就杀进去了 又一月杀进去了 对 杀底势又是杀 反正这个棋呢 其实车炮有点棋 对 就这个棋作为洪峰来讲呢 这个优势就是太大了 或许说他不将也行 就直接把这个 直接把事杀掉 杀掉 他下过去 居八瓶四 利略基本就是 点上我看也挺厉害 到时候都是 就是这个棋 双军双胖很快 这也赢不了人 他不能这么走 所以 我们就不给大家细说了 就是说总之呢 他不能支 那黑方呢 一打 他只能追他皮 拦住 不能让他下去 可以把这个居的打掉 交换了 那黑方只能 马斯金九 是吧 红帮可以马斯退股回来 这样先逃 对 逃黑的也逃呗 现在捉了一个马 那黑方只能逃这个马 马就吹半 红帮这个棋呢 我觉得有一种 比较简洁的走法 就是走抛军二 这个棋就可以占用 必对啊 他巨九瓶二也可以 巨九瓶二会多一个兵 他位置将来就有下去 他可以点 看黑方怎么走 这样对军 他如果要登了的话呢 大红的好像好一点 杀一江 他能吃个象 对啊 也应该说红帮略优 对啊 吃个象还可以挂一下 他尽管这个马有将 但黑方这个攻势呢 也不是很足 那如果黑方走居边对居 红帮可以再去挂边儿过来 他先打他就对居 对 然后再去挂边儿 不对是 这红帮很 对了也好一点 但是好得不多 对了的优势 反正也好一点 他过来 这样他吃那个 你吃累了是吧 这儿肯定是红帮 这样多个兵 对 那么寻川呢 他并不是说看不出来这种走法 但他感觉可能这个棋啊 他刚才觉得 赢得比较漫长 而且也没有把握 说肯定就获胜 因为人吧 都是容易临场的 容易受诱惑 是吧 实际上这种走法呢 是红帮的比较简洁的一种走法 对 他也可以占用 他主要是从那个泡一浆 可能脑子就发热 就兴奋了啊 他觉得这个棋就是赢的机会 很大 对 他有约边族 然后实战当中呢 他这个马是在这儿 他实战当中 他先走居易平寺 他先把这个居易的多理写进 他觉得炮走金寺呢 总是很厉害 而且还没 还时机再等等 对 他是想再等等 然后赵金城呢 就足以进行拱起来 这步棋走也很顽强 关子 他走其他的都马上就输了 我看事后的采访说 许文春好像忽略了他这足以进行 这步棋实际上黑风只能这么走 走其他的都马上 但是许文春自己说 没有看到 就忘记他的足以进行 他可能觉得这个棋要赢了 杀兴奋了 要赢的时候 人产生这种幻觉的时候 也正常 他可能有的时候 对方这个完整的手段 把最简单的 他给忽略了 就是他忽略了 然后这个棋呢 轮到红方走 红方又觉得呢 如果泡泡冰酒呢 他打掉 暂时也没棋 对 红方是优 但是你不好去 找更好的招法是吧 这样你没有什么东西 他就选择了G8近期桌马 也是可以的 也是很不错 这招棋呢 就是给黑方出了难题 你如果走G3瓶子吃 他会走G8瓶7 这个是好奇 对 他选择以后 他很厉害 这招棋 他现在准备一将抽G 你把G如果 这位观众说了 可能是不是有一个 先生我这样 是吧 先拉下手 让你这个支起来 支起来 下部棋他有泡酒精4 泡酒精3 还很厉害 总之呢 这个棋呢 黑方呢 有点干脏 对 这个眼看着往里杀了 对 所以说黑方呢 选择之下呢 他很无奈 对 使哪个吃 他只有使炮吃了 对 他就没有用这个G吃 对 用炮吃还是很顽强的 这样 许特他就直接给吃了 许特瓶6 把这吃了 然后现在呢 问题呢 就是红方呢 又打这个马 而且下部棋 他又G4平8 这个G1过来啊 对 有这个 这不能让 有这个打式的这个棋 对 这大线太大了 炮酒平6 嗯 再打式 就是马上就杀下来了 这个棋 对 所以说呢 黑方这个 八路线绝对不能让红鱼过来 所以黑方 一定会先去3片 只能走去3片 来 这个棋呢 就走这 反正许特瓶川的前面 走得也很好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换鱼呢 是稳步进取 对 走这个呢 是保留这个双鱼双炮 有强死的进攻 许特瓶川呀 一直在那个 往里进攻 不简化的那个思路中 对 对对对 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呢 应该走炮八平四 对 这个给棋人朋友们 应该 其实冷静点 不难看到啊 其实许特瓶川呢 他也看到了 对 我估计他是这么想 他是想我什么时候能打 我都能打 但是他应该现在打了 他呢 可能当时觉得啊 这个 还是有的 这个环节 他没有算清楚 然后他这个 下级期以后呢 许特瓶川对这部棋的 也非常的 懊悔 有点后悔 他也在跟那个 几个棋友交流 他说这个炮打 抵视这个棋 还是红方的机会多 确实如此 打了是你逃马 他再炮他退役 将来他还有这个 反正先白吃一个试 这个机会 这边也没什么 骑黑的对护 对 是 所以 因为你过来抓炮 他又涨区 对 反正他单式 总是很难受 对 打势应该是比较凶的 对 应该说 寻川错过了 打势的机会呢 也整个呢 使这个 戈仙赛的走向呢 又飘荒不应 是 他走开花瓶酒 这张棋呢 错过机会了 说说下的有点随手 他也不是随手 寻川啊 随手机很少 是吧 他就是可能啊 算了太多 连续的比赛呢 连胜 也疲劳 赢棋的当然是兴奋 然后赢棋又兴奋 对 然后刚才 这张棋呢 他的对手呢 又比较特殊 比如说对方做的是赵徐星 对 对方做的是 又是另外一个结果 他可能走的 他也不会给他这么大优势 对 是 他看到盛事出现了吧 他又 这个关键的地方呢 又没有掌握好 对 因为这个比赛当中呢 确实是 很微妙 因为实战里面 下棋的时候 我们看直播嘛 夸一看将军 我们在下面都觉得 这个棋 这棋 红防军 对 都觉得又有希望了 准备五连胜呢 我们都在这这么上 他说五连胜的话 对 你想 基本上就没人追得上 我们在下面都这心情 他坐在那 因为这个 还看着这个 肯定更幸福 其他的选手啊 这个 你像这个冠军获得者 这个事情 开始都没有得那么多 对 而且后面他还有和起 对对 这寻春要是五连胜 就拉开至少两分的距离 就是 后面想追都困难 其他人 很关键啊 对 真是很关键 他黑方G2禁五 卡住 也是势在必行 这个时候呢 就说的 许云川呢 他就可能二呼了一点 对 他又不愿意去和 他又想求战 又不想惹麻烦 就犹豫了 我看有点纠结 他如果走G771呢 这个棋呢 G771桌呢 他感觉对方 要先把这个事蹬了 他也看不清楚 是啊 你还不能不理 他下午他G8平4 要杀敌 就是黑的这俩居 也挺厉害啊 他就可能这么直 也挺通 这么直 他G2平常吃 这样给吃了 这个棋倒很复杂 然后红方呢 也要想办法先动手 这样他出将 这个棋呢 还是我看 觉得黑的能出将 不能出将 他一僵以后 老打势 黑方这个棋走这个好 阳势是吧 对 这个棋反正啊 红方将来也能吃一个事 但是感觉呢 黑方先多一个事 对啊 先病病什么的 也不干净 这个收敌居 对啊 下敌居 也不干净 作为红方来讲呢 这个巡船肯定不能这么选择 它临下 没必要把那棋惹成这么麻烦 这个棋红方本身也没有便宜 18瓶瓶瓶瓶还没有走 平七 对啊 这招棋走得很 有点尴尬 我觉得 这招棋呢 还关系不大 还关系不大 是吗 对 应该说他走得不是很准确 但是呢 也问题不大 除了平距以外呢 红方还有推向的走法 也是可以的 还能推向是吗 对 推向也是 那是不是就因为这块 他想的太多了 又想这个 又想那个 那最稳定的 平类 平类也不输 就是 然后黑方呢 走巨八平六 对方呢 暗漏杀机 要是杀这个杀底士 这个棋啊 如果许晋川要及时的 冷静一点 对 把这个巨啊 再回居都化掉了 这棋红方也 这样就交换了 基本上双方呢 接近军事 对 就交换完了 但是许晋川还停留在那个 往前进的那个兴奋劲上 还没回来 他呢 这个许晋川呢 就是太想在左翼啊 制造一些攻势了 对 他不甘心啊 他在留恋这个底炮攻势了 结果他走十四进五 这个棋啊 完事以后啊 这个棋局就直转直下 对 本来红方是优势 一补势呢 就变成劣势了 那么招这个机会呢 小将赵金城呢 突然猛进 对 强行呢 把这个局呢 卡拉了入来 其实现在看黑戏这几个仔 看上去也很厉害了 就瞬间被调整的也很厉害 他现在很明显 他有杀象 就是啊 那么许晋川呢 当时他又想 杀象以后 还得打马 打马 这杀又是杀 还挺麻烦 那么许晋川呢 慌乱之中呢 走了个飞象 他这个棋他也没有办法了 他如果走狙击二呢 对方有先登市的去 就是 你如果知 他再杀 你狙再回来 他再吃 就是黑的这子也很厉害 真是 这个棋呢 你只能先狙击二 他把你杀掉 你对一个狙 他多是多像 对 红发肯定也不肯 其实这么看 真是黑棋这四个 绝不亚于红的了 现在已经 他飞边像 然后赵金星走得很妙啊 他突然一个 高下 惊人 下不起准备 给你扣头炮 绝杀 真想有点晕了 我看 那许晋川这招 其实是 被迫无怠了 只能够 聚起平静 对这样不让他平中炮 然后你一平居呢 对方呢 又突然走了一个杀手 拘了平静 这个从这个点卡尔路开始呢 黑方这个是招招紧逼 对 也显示出了赵金城这个功夫也是不错的 对 杀骑的感觉还是不错 不愧 这个棋呢 红方如果回向呢 黑方有这个举手机的手段 对 这一吸也很难受 不是下午要砍散就绝杀 就是你只有退市 退市对方有一个灯势 这个棋都连续的动作 你只能舔掉 然后他在杀散 然后你很无奈 只能这个局再来保 这样他是不是给这个就吃了就行了 这儿等于是黑方呢 先把你这个视像摧毁了 就是啊 这个棋下场了呢 应该说是黑方呢 圣机很浓 对啊 就是一下局面翻转 所以寻川呢 肯定临场他也看到这些招了 他也看到这个招了 马上就 就不行了 所以他也顾不上呢 这个防守了 嗯 他临场当中呢 他走了一个G6竞舞 他准备呢 孤注一掷 反正你要真走好了 也没办法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对对 嗯 我们看这个赵金城呢 对这种杀感呢 他 真是不错 一连串的 包括飞向点区 对对对 非常紧凑 走的 嗯 他如果走G2平5呢 这还啰嗦 啰嗦 对 人家打这个了 还不够快 然后他走G6竞艺 很简单 G6竞艺 看得很清楚 对 这样 先杀 红芳呢 这个棋呢 因为敌一将 吃氏 这是 红芳如果先落氏 肯定是不行啊 这个棋比较紧的 对 是 你只是这大刀温馨 切死了 对 你这样子 降不出不来 对 你一支 他G9金2 对 然后G9平6 这是连杀 猎马鞠 对 先是大刀温馨 后边是猎马� 那现在不理呢 是对方是一将 直接杀死了 他只能回向 回向呢 对方 G9金2 G9金2 G9 这样寻找 估计心都凉了 对 后悔 后悔当时没撤下来 冷静一点 对 其实 其实刚才他那个 应该是肯定是在计划之内 也能看见 就是有点不甘心 这棋手啊 所以棋友朋友也看 棋手在比赛当中 心里纠结啊 对 这个棋呢 他打呢 他也输了 这个棋 打他也输了 我们看啊 他就吃 你把这泡放上 他先吃那个 最后一点时间 多事 他卷平衡一僵 僵 他在吃事 然后他有一个插室 这很经典啊 对 这是一个 这大多关心 是绝杀 所以蓄τά 所以这个棋下 许行川确实很无奈 他这个慌乱当中呢 他就是乱了阵脚了 他走了一个 回市 回市 因为他看到 然后对方呢 与你不齐呢 他卷平补逸 限局 把这个对方僵死了 对 直接僵死 这盘棋许兰非常可惜 在占优的局面下 没有打控住一个局势 但是赵金城最后一段 这个攻杀也非常精彩 感谢您的收看 好 谢谢您的收看 朋友们再见 这是杀这个 对 切死了